台湾迈入了高龄化社会 这长照需求是不断的增加 新竹县议员吴菊花呢 今天质询时候就建议县府 要严理长照机构的投资奖励 同时也关心低生育率 期望这生育今天能够再提高 让上游长辈下游孩子的青壮年 能够安心的工作减轻负担 家中的老宝贝获得完善照顾 幼儿快乐学习 就是在外工作的青壮年 最重视的议题 新议员吴菊花就针对长照资源 与低生育率提出质询 上游兰家校还有我们的子女 所以说这个长照是未来的趋势 我们需要县府呢 这个多设一点这个长照中心 能够补助他们 或者是让这个企业组呢 能够来来开来开这个长照中心 因为他也说真的 他需要很多的这个经费来建设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县府 有一定办法来补助或者是奖励 他们来这个建设这个长照中心 县内长照需求高 但吴菊花表示 经常是一床难求 呼吁县府要订定奖励 鼓励长照机构来县内投资 并加强生育政策 县长杨文科回应 目前县内的护理之家共有16家 约有2046床 正床率为82.6% 而中医大在竹北福星路 也有预定的住宿式 长照机构空地正在规划阶段 目前将以现有的机构 鼓励再开放床树 平衡供给需求 生育率低的问题 县府都有发放生育津贴 也逐年增加托育及托育中心 长照的一个中心的申请 是因为受限于法令的规定 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卫生机来研究一下 这申请长照机构 有没有什么更简便的方法 以及怎么样给他一些诱因 让人家更来申请 生育的津贴跟育牙的津贴 非常关注 那特别是要让年轻人 愿意结婚 愿意生小孩子 我们就必须要在 偷因 偷益方面来 给他一些诱因来帮助他 另外也关注农业发展 要争取肥料补助 加强虫害防治等 县府表示已经编列了6000多万 要辅导农产运销班组织 农保费用等 创造精致农业的永续发展 8000 7000